今天分享的是一个材质转移的新的节点 也就是这个节点 今天刚开放的 之前网上应该有很多在线 AI应用 这个线木的木槿在这 GitHub上面 可以直接把材质通过API 转移到另外一张图上 这个官方用的这个 有个节点 比较费劲 我这边提换就是用这个 提取它的深图图 这个目前运行出错不好弄 所以我用这个替代 这个优点就是一样也是使用它那个模型 但是安装方面方便多 而且自动下载 那个就比较费劲 还得自己去部署 这个不行 不太适用这个简单 也是一样这个密带 是吗 它生成的是高质量的深度图 相比普通的这种深度图的话 它就细节更牛 所以使用这个密带 这个模型 只是用这个节点的话 安装太费劲了 换成这个 换成这个Iux 这个 就自动下载 就没这么费劲了 这个 我也不会转 转完还出错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节点就好 下面 线细一样是说明这个 滚状流的使用 说明书吧 首先 首先它是有一个 XNL模型 1.0版本 反正XNL模型都行 然后这个项目的节点是在这 材质转换 在这起作用 它运用到的是一个IPI的一个 材质提取 参考 分个参考 通过这个模型 然后IPI采样 再输出 给模型 然后这个只是提示词 这个只是 图片修复的一个 节点 这边是图片导入 然后这个节点是 背景抠图 这个是它的模型 就自动的把这个 图片的背景给扣出来 这边用暗图我打开一下 大家就能看到 然后再通过这个ContraNet 把这个深度图提取 把这个深度图的正面 选择这个最高的这个模式 然后选择 选择10124 把它提取出来 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底下这个节点 自动把主体扣出来 这个一般选 显卡 这个是 这个是 英伟达 这个是IMD 这个是CPU 都行 如果你显卡好的话 正常情况都是 慢慢选英伟达 它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 通过把图片扣图 然后把图片的材质提取 然后通过这个 嗯 结合 再通过这个ContraNet 把深度图提取 把这个材质的 效果 贴在这张图上 最后的结果就是 把材质转移了 效果不好 你可以多生成几次 比如说这个 字头不好看 那你就再生成一次 这个就是它 呃 其实它等于是 把这些功能 串在一起 这个只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 没什么作用 它只是把这些功能 组合在一起 这个只是一个群组的概念 呃 当然我这么理解 可能有点简单 背后应该 还是有什么技术啊 如果单纯的使用这个IPI 也是可以做到 但是 呃 嗯 不会这么 效果这么好吧 像这个深度图 优化的就是这个图形边界 这个效果 你放大看这个边界 如果你愿差的话 这个边界就有锯齿啊 什么的 蛮奇葩刀的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其他的就 很普通 只是 呃 把这些 牛逼的功能 给它 串在一起吧 好 然后大家如果 选自己本地安装 可以点开我的 公主网友搜索 点开我的笔记 搜索这个材质转移 就可以找到这个 JEST 这个材质转移 本地安装的一些 呃 呃 会打开公主网友 显示给你们看而已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不能下载 你邮件 把它储存为 它后罪名不就 公主网友的下载了吗 这个点保存不就 把这个下载了 它这个牛选器只不过 自动帮你把它 打开了而已 显示了原代码 我们用的时候 只是需要一个 公主网友文件 那你打开之后 右键订存 就保存了 这个公主网友 所以这个不要再问我 如果不想安装的话 想本地使用的话 那就直接点开 我端老云的镜像 呃 比如我现在用的 就这个公主网友的 我的 confort UI的在线镜像 如果你看不到 最新公主网友 是这个材质转移 嗯 那就是平台还没更新 更新到最新版就是 我所有的这些公主网友 都一样 都跟我现在用的一模一样 好 这期就分享到这 大家去玩吧 看áiない 是 好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